从富山继续向西 就进入了高岗市 来看看号称日本三大佛之一的高岗大佛 有个很小的参拜停车场 正好宇天有位置 高岗大佛 号称与镰仓大佛齐名的三大佛之一 但到了现场以后才发现 无法同日而语 这个同佛小很多 说是三大佛 感觉是在碰瓷镰仓和奈良大佛 800年前 袁一圣在此建造了木制的大佛 后数度毁于战乱和火灾 1907年 即当地志同工匠 历时26年 完成了这尊青铜大佛像 也是高岗大佛的四代木了 这尊青铜阿弥陀佛造像 全高16米 座高7米 重63吨 在佛手后面的光圈正上方 加了一个无量寿经里的佛印 大佛的下坐是可以进入的 正面供奉着西方三圣 这是净土宗的标配 旁边还有不少特别也优质的同佛像 摆在这里不怕丢吗 里面有个回廊 左侧是观世音 地狱视线等传统佛教绘画 正后方的佛头 据说是三代木大佛的遗存 这些钟可以敲出11种颜色 然后回廊的另一侧 是日本传说的佛教典故 类似于中国24校那样的故事绘画 绕一圈 入口边是日本历史上 大力弘扬佛教的圣德太子 不是佛教徒 其实不用去看 然后开车20分钟 到著名的雨晴海岸 雨晴海岸是在日本万页集里 有记载的美景 也是米其林指南推荐过的富山湾美景 但是因为阴天下雨 天会蒙蒙雨萧萧 完全看不到风景 情日里应该出现在海湾一侧的栗山连峰 什么都看不到 还是因应了那句话 旅游体验三要素 天气 行程 和同伴 缺一不可 而天气最重要 这里有个爱情中 挺有仪式感 也是要打造成恋爱圣地的意思 还有个展望台 可以海湾 海岸 联峰 沿海小火车 一眼望尽 雨晴海岸也是个海边的休息站 免费停车场起背 还有个咖啡轻驶店 一楼还有个当地特色的物产店 作为去冰剑雨港必经之路上的景点 在晴天时还是推荐大家顺路去看看 然后再开车10分钟 就到了冰剑雨港 这里有整个富山县最有人气的雨港海鲜盖饭 按指引排把车停在海鲜食堂附近 整个雨港停车都是免费的 然后上二楼 就是这个网上特别有名的海鲜食堂了 菜单就在门口 种类并不是很多 因为下大雨 而且是黄金粥最后一天 下午两点以后 店里没什么客人了 这是菜单 种类确实不多 我就点了网上最人气的冰剑冰盖饭普通量 是2200日元 马上先上来一砂锅鱼汤 里面不仅有富山湾的特产鲜鱼 还有店里手工制作的大鱼丸 然后是这一大碗六种海鲜盖饭 真的太有食欲了 鱼汤和鱼丸都美味 吃得一口不胜 鱼港直出的刺身鱼 鲜度没得说 还有这个整块鱼子的自物 也很好吃 然后我又点了个富山特产炸白虾 这一小盘1300日元 小贵 这一餐3500日元 还是挺好吃的 唯一的不足 就是离富山市区有点远 有机会再来吧 再见了